的確現在便宜的龍蝦也變成飯店招攬的工具了 國旅當道目前郊區的飯店 大家出去玩是一位南球 和市區飯店簡直是兩樣勤 現在台北的都市型飯店 都紛紛加碼促銷拼住房旅 有業者推出了住房期間 旅客可以到合作的影城看電影看到寶 還有業者就祭出了吃龍蝦套餐 就送一碗的住宿 而且都可以搭配旅遊的補助來使用 任線搶檔電影一部接著一部 不論是國外的動作片 動畫片 還是即將上檔的國片或是新春賀歲片 如果你有選擇障礙的話 這裡有方法可以讓你無限暢影 約好兩點半的兩千電影票 出示住房正名電影票直接幫你訂起來 市區飯店搶拼年前住房率 攜手影城推出電影看到寶 以電影票價一張290元估算 搭配台北自由行加碼的1000元補助 平均兩人一起看三部片 就值回房價 而電影票根還可以到飯店自住餐廳 折抵用餐消費 一推出馬上詢問度破表 那麼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飯店其實也轉型成 比較城市度假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專案一推出就有非常多的消費者其實他來詢問 那我們也預計可以為我們這個檔期可以帶來將近有兩成左右的業績成長 年前業績沖一波 另一家飯店則是寄出吃美食送住宿 一整隻波士頓活龍蝦在油鍋裡做SPA 起鍋擺盤撒上辣椒蒜頭等佐料 市區飯店拼業績或出去寄出吃龍蝦套餐就送住房一晚 搭配自由行補助平均每人千元油找要帶動業績 希望說以這個龍蝦為號召那推出一個美食以這個餐來帶動房的住房率 所以目前的詢問度還算是蠻高的 那平均的住房率帶動的話大概有二到三成 會啊會啊如果有比一般平常消費便宜一點都會有興趣 變成說你付一個消費你得到兩樣東西啊 所以是會考慮 我會選擇吃龍蝦看我就知道是吃貨 另外更有飯店推出住房就送10吋披薩和炸雞翅 畢竟國旅當道旅客都往郊區移動 台北市區飯店也只能加碼再加碼要拼一波住房率 東森財經新聞李萌珊 忠宇瑞台北採訪報導